玛丽和红丸谁的排名更高 出场率高了亚王的话打97打的太少了虽然也是用这个红丸当阻力但是 打不上去啊这个水平一般都没有达到顶尖的哈 所以说出场率不多 那还是有得打的 玛丽这个角色主要打的是猛烈的进攻多则啊 红丸这个角色可能要靠牵制了 在后下盘 哎呀漂亮 可以可以可以啊逆向然后还接了一波 木鸭优秀优秀非常的六哈 好点赞接着看 本次比赛的话也是 抢12的哈 等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 比分吧 大家不知道怎么看啊对两个角色的强弱的话 我觉得可能玛丽还要还是要略微强一点嘛毕竟出场率高我生龙 玛丽这个角色的话 就是风险跟收益 应该算是并行的哈 一旦赌招中了 可以让对手吃一大套 一旦你这个赌招失误的话遇到一些特定角色可能被反打一大套都是有可能的 这把打得很强势哈 又是赌招又是跳西然后就夹 这把打得很强势哈 CD骗得漂亮 好跳西再夹 这一波偷下盘 然后比分来到了1比1 看一个 最中的对决 玛丽的偷下盘的话成功率很高啊 因为有时候你不知道他要打正向逆向呢 你防正向逆向他突然偷下盘 这样我们就防不到了 下招没中 好打云 跳地之后中前直接反动三段出 嗯 来一波空头 又是跳地乱动了 哦呀漂亮 直接 再打乱动哈 最终也是12比8赢了哈 恭喜恭喜好关注修修不易走丢